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8月26日发生的爆炸袭击 已至超过170人死亡 其中包括13名美军人员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宣布负责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白宫发表讲话称 已经下令制定计划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 呼罗山省的目标 关于美国在阿富汗的去留 一方面拜登表示 美国的撤离任务将继续 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到 从未考虑改变8月31日的撤军最后期限 另一方面他还称 如果有需要将向阿富汗增兵 面对喀布尔目前的局面 拜登称他对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负有根本责任 事件发生后 共和党人要求拜登辞职 白宫对此说今天不是谈论政治的日子 此外美国国防部8月27日表示 此爆炸事件是由单一自杀引爆者所为 修正了先前有关共有两名引爆者制造两次爆炸的评估 美军正在采取多项措施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恐袭 如增加机场周边的巡逻班次 封锁周边道路直到完成撤军任务 同时美国白宫表示 26日有12,500人撤离阿富汗 而塔利班代表表示 已经逮捕数名喀布尔机场附近爆炸案嫌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8月26日以6比3的投票结果 否决了CDC颁布的租户驱逐禁令 本月初CDC为应应新冠疫情将7月底到期的租户驱逐禁令 延长至今年10月 此举遭到屋主们的反对 对CDC提起诉讼 最高法院的裁决书表示 如果联邦政府要维持驱逐禁令 国会必须具体授权 日前 美国移民局颁布新规 根据CDC最新的要求 从2021年10月1日起 申请身份调整 i485递交的移民体检报告 i693需要接种新冠疫苗 此外 受到疫情影响 目前移民体检报告 i693的有效期 延长至4年 申请人必须在移民体检前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并将相关的文件 递交给移民体检医生 医生需要确认申请人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如因年龄 身体原因不能接种疫苗的人 则需要提前准备好 移民体检医生出示的文档证明 据美联社8月26日的报道 华盛顿大学的新冠疫情模型显示 预计到9月中旬 每日死亡人数将上升到近1400人 然后缓慢下降 从现在到12月1日 预计会出现9.8万例新增死亡病例 总死亡人数将接近73万 参与预测工作的 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科学教授 阿里·穆克达德认为 只要戴上口罩 就能拯救5万人的生命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8月27日暗示 央行可能会在年底前 开始撤回部分宽松货币政策措施 但他仍认为加息时间尚远 他认为当下货币政策是合适的 美联储也准备好 适时调整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 也继续强调 即使短期通胀继续 但应该也是暂时的 美联储还在等待 更多数据判断通胀的持续性 或者失控的危险 受鲍威尔讲话的影响 黄金大涨 美元暴跌 美股拉升 市场这几天紧绷的情绪得到放松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与最高人民法院 8月26日联合发布了 超时加班典型案例 针对引起热议的996工作制 此次发布的案例明确 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中 工作时间为早90至晚90 每周工作6天的内容 严重违反法律 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 应认定为无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和最高人民法院强调 休息权是劳动者的 基本劳动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